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吳華 就我的觀念當中 我才正想問你了 你好像常感冒 戴口罩 你又感冒了 對啊 你抵抗力很差 我覺得前陣子好過 你也不需要離那麼遠 是是是 免疫力 今天我們這思維呢 也不是只有你孤單 聽說有人生健康的勝利組 首先我們要問問大家了 第一個 常常感冒代表免疫力不足嗎 我覺得這要分兩個部分 有些人他可能定時都會感冒一次 但是他每次感冒 回復得滿快的 可是有些人 他很久很久都沒有感冒 可是他一感冒就非常嚴重 就很重 那我不知道這樣怎麼分辨他 到底算是免疫力好 還是不好 你有認真經過思考耶 好像很厲害耶 什麼的韋汝 但是我跟你講 你會感冒就表示 你的自體免疫力已經不好了 所以你會被病毒侵入 所以我可以剛剛解釋 你剛剛說那個 他突然生大病你知道 那表示他那個時候的免疫力 是非常非常非常低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平常免疫力是好的 好的 對 他只有那段時間 所以他那個時候會重症 重症 對 因為他的非常低 對 如果你平常都很常得感冒 你隨時都在第一潮 就是免疫力一直都很低 人生沒有高潮股 對 就一直在感冒 是這樣 你再說的是雨泥吧 我 你也是啊 你沒有高潮股 謝謝你救我 謝謝你跳出來救我 沒有 因為我像 我覺得我很明顯的是 我一開始感冒之後 我有鼻子過敏 所以我只要鼻子開始癢 喉嚨開始癢 我就說慘了又要開始 那通常也是大概 一個禮拜左右就會好 不會到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拖很久 可是我上一次感冒可怕 一兩個月 然後你記不記得我那天 那時候還上節目 生意都是雅的 對啊 前一陣子 然後還咳出這麼大塊的 像蒟蒻的痰 這黑黑紅的 是 不 是綠白的 還會帶血絲的 像蒟蒻那種 天啊 人一定是像他講的 防火牆不夠好 你防火牆夠好的話 你病毒根本不會入侵 對 對不對 或是就算感冒 也不會這麼嚴重 對 就是可能一下下就好 你可以透過一些維他命C 多補充 多喝水多休息就會好 可是如果你身體 處於很累的狀態 我覺得很容易就會感冒 這個答案是正確的 正確的 我先來回答一下 大家都說 這個人比較容易感冒 這個人比較不容易感冒 一年到底感冒幾次 算是正常的 那一般的話大概是 三次以內的表示 他身體還滿健康的 可是如果說超過六次以上 當然要小心那個免疫會比較不好 那什麼到底是什麼是免疫力 大家剛剛講說那些 我們的國防系統 我們把 沒錯 為什麼我們會感冒 就是一個叫做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我們事實上我們的防禦系統 還滿多的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白雪球 對不對 雖然不只皮膚也是 我們的鼻毛也是 比較沒有鼻毛 鼻鮮毛是會過濾一些細菌 一些微粒 鼻毛也是啊 鼻毛也是啊 我們的鮮毛 氣管的鮮毛會幫你可痰 皮膚也是啊 你皮膚不 有些人有一些什麼乾癢 皮膚容易脫血 它就很容易感染 有沒有 這個皮膚也是我們的 所以當然從外到內 包括我們的白雪球 淋巴球 我們的干擾素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的免疫系統 那這些免疫系統 破壞的時候 會有什麼症狀 這大家不要關心 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大家講的感冒 或累感冒的症狀 什麼流鼻水啊 什麼頭痛啊 喉嚨痛啊 就是咳嗽 有鼻子 這一系列就跑出來 這個第一個叫做感冒 或累感冒症狀 其實可以反映你的免疫力 第二個可以反映免疫力 叫做慢性疲勞症候群 慢性疲勞症候群 就不是這些呼吸道的症狀 它可能可能 比如說這一類很容易 出現在一些護理人員 或一些夜班工作者 他們免疫力比較差 然後他們常 莫名其妙就是好累 就是怎麼樣提不起精神 那淋巴結這邊會跑出來痛痛的 對 然後頭痛 頭重重的 那有時候情緒會不好 然後關節會游離性的關節 又不是那種關節眼的痛 它是如果這裡痛 那你腰三倍痛 那這一類的也是我們講說 免疫力下降的一個症狀 對 所以我們更要來重視它 好不好 那有一些迷失 我們要來破解它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個 好 我們來看一個 吃太甜會讓免疫力變差嗎 對 跟免疫力是沒有關係的吧 沒關係 吃甜是可以 但是要有腦袋 為什麼 為什麼比較有 希望你好看人家說 你們先講 你們先講 那我幫你們總結 總結 我跟你講吃甜 確實當時的血糖 會快速上升 你的腦袋確實會不好 但只有暫時的 暫時 對 當你清醒之後 你還是聰明的自己 跟免疫力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把甜食講得像喝酒一樣 喝酒 我覺得吃甜食 可能跟免疫力下降 沒有直接的關係 可能你比如說你太愛 過量的吃甜食 它可能會造成你的 算是營養不均衡 那你可能體態 頂多是這樣 間接性的 我覺得可能是間接性的 可是我難 我有點難想像到 它直接性的有關係 對 好的 總結囉 因為我曾經看過一篇報導 因為網路的報導 也不一定是正確 但是你現在要看兩道理 對 我看過這樣的報導 就是其實我們本身食物裡面 我們不需要額外的添加糖 因為我們吃白米飯或水果裡面 其實已經有糖分 不需要額外補充 那說明你吃的糖分都是垃圾 那你既然把垃圾吃到體內 是不是該工作的小人 他要先去處理垃圾 才能處理身體正常的循環呢 是 所以你有一部分的工作 去分解垃圾了 所以當然會降低免疫力 人力不足 好 這是學術派 學術派 那個我 但是自己本身的經驗就是 我也愛吃糖 但我發現 你當時開心完之後 後面的一整天 你都會感覺疲倦 沒精神 這麼明顯 儘管你午覺也補充了 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可是你起來之後 你還是覺得沒有精神 還是沒精神 專注力沒有辦法集中 所以我的免疫力也沒有很好 宇妮不愧是專家 其實糖分的確是會影響到 我們的免疫系統 那事實上我們從食物跟免疫力 其實很多專家都在 食品專家都在研究這一塊 什麼東西會促進免疫力 什麼東西會抑制免疫力 他們發現有幾個 一個是糖分 有些東西過量的時候 尤其是糖分 酒精類的 咖啡類的過量也會 那我們的菸類的 還有一些食品添加 尤其是一些防腐劑 或說一些香精 這一類的會特別多 那我們一直在講說 關於糖分在抑制免疫力這一塊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那最有名的就研究他們一個 我們就吃了100公克的糖進去 大概五個小時 我們的白雪球在吞噬細菌那個能力 就很快就被抑制了 那有人也在做這種糖分 發現說它很多淋巴球 很多的那個 包括骨髓製造那個白雪球 還有我們製造淋巴球 那個能力都會下降 其實剛剛洪醫師講了100克的糖 你們知道其實一天 都會超過 你只要喝一杯的飲料 就100克的糖 或者是你吃一個小的那種布朗尼 其實就100克的糖 對 這樣就一天的量就夠了 對啊 所以其實剛剛洪醫師講 100克好像感覺很多 那其實這個很容易 在你的一些糕點的裡面 你只要吃一樣 幾乎就大概大於100克了 那請問剛剛雨妮有在講 她說我們吃碳水化合物 它本身轉化的糖就夠了 其他的糖全部是多的 對啊 是嗎 其實雨妮的觀點還滿正確的 因為我們這邊提到了 所謂碳水化合物 確實是來自於 比較複雜的碳水化合物 像她提到了一些主食類的 澱粉類的 那額外的精緻糖的部分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建議要額外 只是因為現在人還是有機會吃到 所以我們才會建議是 總熱量的10%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是額外進來的一個熱量 那現在其實有一些發現就是說 跟甜食跟米粒有關是因為 你吃甜的東西 很容易轉變成體脂肪 所以造成肥胖的問題 那在1997年其實 世界衛生組織 它其實已經定義肥胖 它就是一種發炎 就是一種慢性病了 其實它裡面其實都在 慢性的一個發炎的一個狀況 那慢性發炎其實也會影響到 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問題 還有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獻 它是小 它在講小朋友 它說當你的小朋友 喜歡吃甜食的比例 一週裡面如果有五次的話 它是國外的文獻 它裡面的甜食包含了那個 甜的那種爆米花 然後還有早餐的那個 骨類裡面的一些甜 如果有風味的骨類裡面 有糖的話 對 那它說一週如果超過五次的話 加上如果你的小朋友 一天裡面 看那個三系產品或看電視 超過兩個小時 那就會造成小朋友的肥胖的比例 是增加之外 它的免疫力會下降 也比較 它形容說 這些小朋友也比較容易 跟同儕之間有 容易有感冒這件事情 就是比較容易感冒 之前曾經有一個調查 就發現說一週啊 如果喝三次以上的甜飲 女性呢 乳癌的風險就會提高 包括果汁嗎 甜品 甜飲 甜的飲料 都算耶 我一天喝三杯都不止耶 是 你都喝什麼啊 我喝咖啡調味的 不是 我都喝奶茶 我是試奶茶乳命 把奶茶當水喝的人 可是一個禮拜三 三杯也太少 太誇張了 對 但是你就是看 你要不要對抗這樣的風險 而且另外有一個觀察 他們也發現說 同樣因為有些女生 她會有乳房的良性的那種增生嘛 可能是一些本來是良性的瘤 可是她會說 同樣是良性增生啊 在愛喝糖的那一組裡面 它變成 後來變成 可是你就說 這樣跟免疫有什麼關係 因為一般認為 癌症在初期的時候 人類的免疫是可以消滅它的 人類的免疫在 他們現在甚至有一些 免疫細胞療法 就是利用人類自己的免疫細胞 去消滅癌細胞 所以他們認為人 很多時候都有一些突變的細胞 突變的細胞出現的時候 正常的免疫軍隊 就覺得它是壞東西 就會把它打死 可是妳的免疫很弱的時候 由過去 沒有事情就知道 它就漸漸在那邊做大 所以在癌症 確實也跟妳的免疫力相關的 可是除了跟癌症之外 妳剛才講那個小朋友 之前有個醫生跟我說 他有一個患者 他那個小朋友就是 因為常常生病 然後一生病媽媽就是會吵 對不對 要吃這個要吃那個幹嘛 所以因為他常生病 一天到晚在感冒 所以他說要吃什麼 媽媽就盡量滿足他 後來有一次他就跟醫生說 為什麼這個小朋友 他就是這麼容易的生病 一天到晚只要周遭有人感冒 他一定重 他說因為妳小朋友的飲食狀態 真的太不健康了 你要不要試試看就是說 把他這些所有的這種 零食啊 點心啊 甜品 都不要讓他吃 他說他讓他禁絕 吃大概一兩個月之後啊 他漸漸的 他其實就不會敢流行 也就是說 即便是班上有流行性的 一些病毒啊或什麼 他也不一定會重招 所以你知道這個 對小朋友的抵抗力影響 都很大的 如果說好 除了小孩 很多大人就是 我就是愛吃甜 就像雨妮 我一天不喝三杯 我怎麼受得了 對 我怎麼坐在這裡錄影 是不是 怎麼會有精采 有沒有辦法用什麼方法 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讓我們可以對抗一下呢 因為我們知道吃甜的 裡面很多精緻糖進來之後 我們要消耗很多的B群 所以才會 你吃太多甜的 才會B群消耗很快 才會免疫力低下 所以如果你真的 有本事要吃甜食的話 你就是像剛剛提到 你要喝三杯飲料 你就至少要吃三碗的蔬菜 因為你至少把它補起來 但是只是補起來 並不代表是比較多的 我們希望是 你的體內B群 是多過於我們的建議這樣 這樣子喔 剛剛其實蘇星姐 講到那個飲食習慣 像我們通常在門診 看到這種給零食的這種家庭 像昌明哥 你們家不是有零食櫃 這種東西嗎 我們在那個 飲食的一個調控上面來講 我們會給他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你不用馬上 就不用馬上說 趕快斷掉斷掉 因為小朋友之後 會有點反感 那你三個月之後 你會發現你們全家人 幾乎很少感冒 因為我們其實在門診 會比較健康 對 會比較健康 對 來 接下來還有第二樣 跟免疫力有沒有關聯 來看看 夢如果太多 免疫力也會不好嗎 換你了 看他們聰明開始追隨我了 你們也有自己的主見 好痛喔 夢不可能跟免疫力有關係 夢應該是夢前世今生 夢你的心理狀態 這個比較夢幻 前世今生夢之間 對啊 不知道你未來要發生什麼事情 都在夢裡面 你沒有夢過很有壓力的夢 例如說被人家追趕之類的 對 可是他剛剛起床都忘記了 所以你還是很開心 可是你會覺得很累嗎 不會耶 因為我都會忘記 我的大腦都會自動馬上 你太散望了 這是你快樂的原因對不對 對 睡眠關聯對不對 我覺得沒關聯 做夢做很多 那或者是你一直都 你夢境你一直都一直記得 這樣代表說你睡得比較淺 那你的睡眠品質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那睡眠品質沒有這麼好 可能免疫力就會影響 我的推論是這樣子 睡眠不夠 對 我不認為夢本身跟這個有關 可是因為你夢很多代表說 睡眠品質比較不好 所以你都是比較 農學員說的話都比較 他有人聽不懂 農學員都是比較進階 進階化的導致 他有魔法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搞不好是錯的 來 我支持義勳 真的 因為你是萌學員的支持 你聽懂 沒有 這睡眠比較不好 對不對 我有個情況 是我之前拍戲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是 早上三四點通告 那你前一天晚上可能 十一點還收 你等於只能睡兩三個小時 或三個小時而已 很累 所以你其實心理壓力很大 睡覺的時候就會一直夢到 跳 然後被追趕 然後火燒 反正多恐怖的拜拜吧 就是你那個戲的劇情 還是那間旅館不乾淨 不是 在家裡睡覺 後來我就問人家 後來就說 它是因為你真的生活壓力太大 你必須要去讓它能夠 舒緩一點 舒緩一點 不是啦 這樣舒緩 可是後來你不拍戲那陣子 就很少做這些夢 所以我覺得你做夢 是因為你睡眠很淺眠 你很淺眠沒有好好的休息到 的話你身體有一些 沒力力 對你不覺得你沒睡飽的臉 跟睡飽的臉 看起來就是完全不一樣 沒睡飽的臉就看起來很疲累 可是睡飽的臉看起來就是 容光煥發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說 夢代表睡眠品質差 所以你沒休息好 免疫力就會不好 我以前在節目中 有跟大家推薦過一個 智慧型的手環 它可以記錄你的運動狀況 睡眠狀況 那因為我有那個運動手環 就開始記錄我的睡眠狀況 我才發現 因為它非常明顯 就可以記錄你深層睡眠和淺層睡眠 然後淺層睡眠 其實就是你在翻身 或你在做夢的時候 就是你的淺眠的時間 那我有看他的介紹 一般人其實深度睡眠 至少要達到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左右 算是健康 可是我的深層睡眠 只有一到兩個小時 那我有個朋友也有一樣的手環 他很年輕才二十出頭 也沒有生活的壓力 然後他給我看他的圖表 一片深藍 睡得很好 對 可是他的身體就很好 他跟我一樣早上練瑜伽 可是他練完之後又去上班 而且他是弄電腦的 他精神奕奕 到晚上十一二點才睡覺 早上一樣跟我們運動 所以這個多夢 跟免疫力的關聯性 來 洪醫師 舉圈的都對 有關聯喔 怎麼會 多夢導致睡眠品質不佳 就會導致免疫力下降 不只免疫力下降 包括你的自主 神經功能會失調 很多奇奇怪怪的會心悸 會什麼胃光 很多奇怪的症狀都會跑出來 那怎麼去判斷 一般是說如果你起床之後 感覺精神還很好 即使我做多夢 其實這個就沒關係了 但是如果起床之後 你的 你整個就是覺得精神萎靡 然後就好想睡覺一直打哈欠 這就影響到你的品質 那為什麼我們的睡眠品質不好 會影響到我們的免疫系統 這跟幾個相關 第一個 我們知道我們的身體都需要充電 休息 那個腹膠感神經整個起來 讓你進入一個最低最低的 一個休眠狀態 那如果這個週期壞掉 譬如說我們一直在淺眠 可能膠感神經也會失調 我們的一些抗壓的一些腎上腺素 甲狀腺素都在持續在分泌 這個當然對免疫功能就不好 第二個其實還有一個研究是說 跟那個 我們在睡眠的時候 尤其是在一個全黑的環境 大概十一點到一點 會分泌一個叫吞黑激素 是我們松果體分泌 那這個東西也是告訴我們身體 整個要休息的 那如果說一些夜班工作者 或是說過了那個很熬夜才 這個東西分泌不足 後來發現其實吞黑激素 事實上跟很多的我們的免疫相關 很多那個類似 我剛剛講有一個 慢性疲勞症候群有沒有 就是總是覺得 淋巴腺好像會痛 然後好像累累的熱熱的 這個在很多夜班工作者 大夜班的護士小姐 都會發生這樣的情形 很多人都會發現 自己如果長期睡眠很差 從一開始什麼嘴破什麼開始 就是人家一俗稱的那個 什麼火氣大就會出來 那之前有一個女生她是怎樣 她是因為 剛剛好就是有一個訴訟 就是你知道人如果一被告 就會就是很緊張 然後因為那個訴訟 就是她鄰居跟她之間的糾紛 然後她就一直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因為那個訴訟牽連很多年 然後等於從從開始被告開始 她就覺得她每天幾乎都 只能睡個兩三個小時 因為她就甚至很難入睡 有一天她就開始覺得自己很奇怪 就為什麼臉上開始長一些 像皮疹一樣的東西 後來不見她也不以為意 直到下一次的時候她開始發現 自己整個嘴巴都破喔 破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地步 就破到連吃飯吞粥都很難 然後她覺得這應該不對勁 去給醫生看 醫生一檢查發現 她整個身體裡面那個白血球都不對了 人家正常的人 就是那種隨時應該要進隔離病房那種 結果一檢查才發現 你知道她已經有 然後她就說 其實可能是她長期的就是 壓力很大又睡眠不好 然後剛好也有這樣的體質 那在這樣的事件觸發之下 就變成導致她的整個免疫失調 所以這可能也就是很多像你們演戲 對不對 對 都把身體弄壞了 然後之後要調回來 其實要花很多工夫 那個真的是很長時間 沒有辦法正常睡覺跟休息 可是妝和精神樣貌 一定要維持在 跟大家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很多人演八點檔 就跟我講說 我演八點檔演半年 我這一年一定要休息半年 對 不然她可能整個人 整個人生都不曉得到哪裡去 對 因為我覺得他們通常會整個腫起來 就是 然後那種腫不是真正的胖的腫 是那種很虛的腫 虛的腫 對 所以營養師能不能幫大家一下 比如說 又很安眠 然後安眠的時候又 安眠聽起來怪怪的 安眠 睡得好 助眠 睡得好 然後又提升免疫力這樣 對 你要睡得好 其實我覺得跟免疫力有相關 剛剛有講到 我可以從晚餐那一餐開始改善 像很多人在晚餐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高色胺酸的量 那色胺酸來自於哪裡 其實瘦肉裡面還滿多的 所以你可以選一隻比較偏向 像肌肉 比較瘦的部位 對 另外的就是 任何的肉 瘦的都有 瘦肉有 豬肉 牛肉 瘦的部分比較多 然後另外海鮮的部分 海鮮類都可以 蚌殼類的這一種 它裡面的酸胺酸也滿多的 對 然後或者是 你可以把一半的一些蛋白質 來自於豆類也不錯 像毛豆或豆腐 上次我們有一個 就是病人 他是長期是失眠 就是被困擾失眠的 後來他在晚餐的時候 他本來晚餐都習慣吃 比較偏美式一點的東西 或者是像小吃類的 那後來他把它改成就是 他晚上去吃自助餐類的 那他可以挑 對 他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是真的偏豆類 或是魚類的部分 他就發現說 晚上他第一個 他腸胃負擔也沒這麼大 所以他會覺得說 晚上胃比較舒服 然後後來他 他攝完酸的量的東西 提高之後 他也會睡得比較好一點 那還有一個最 所以那個叫長期是不是 長期的 他大概都要兩個月以上的 一個飲食改變 你才會有 那他有提醒大家一個就是 我覺得最近看到一個文獻還滿有趣的 就是用在那個更年期的媽媽 如果晚上睡不好 還有如果你們就是 真的女生想要吃甜食的話 你可以一天裡面 你可以在 在下午之前 就是白天的時候 你可以吃一小塊的 75%的巧克力 黑巧克力 那這個大概多重 大概30克到40克左右 大概是 大概兩根手指頭的這樣子 一個面積的一個量 這麼少 不要太多 對 我吃那75%都吃個六片七片 不行 不能吃兩片 那只要一開工就停不下來 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你的餅乾 換成巧克力 對 那個75%以上的巧克力 它裡面的色胺酸量 其實還滿高的 那發現說 不管是更年期媽媽 或者是說你在 情緒不好的時候 如果真的想吃甜食 你用這樣子的方式 它是不會影響到你的 就是說變胖 或是影響 變成躁動不會 它反而讓你情緒 比較穩定一點 好 接下來呢 還有我們這個 要怎麼樣避開 破壞上班族免疫力的 一些生活習慣 但是我們先來請教 好不好 我們資人不管是強壯 還是虛弱者 認為害自己免疫力不好 的壞習慣到底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就從比較厲害的 薇如先來 我覺得不運動這件事情 是真的傷害比較大 妳不運動 我運動 但我身材還是維持很好 對啊 為什麼 不可以害得 很驕傲 對 我覺得有沒有流汗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有運動你會排汗嘛 所以你的那些髒東西都會排掉 可是因為我不喜歡運動 可是我很愛泡澡 對 我泡澡都會泡很熱的熱水 然後讓自己流汗排汗這樣 然後就順便燃燒脂肪 所以我覺得我免疫力還蠻好的 如果我運動的話 我跟你講我更厲害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三年感冒一遍 對 好 來 壹萱 因為我 我是一個愛運動的人 所以我覺得會影響我免疫力不好的 就是晚睡 比如說以前我大學時期 三點睡 四點睡 晚了比較晚的 然後後來開始發現工作 因為拍戲的工作比較不穩定 所以你就會有時候強迫自己早點睡 那早睡的時候 你的確會覺得 一樣是睡七八個小時 你的精神比較好 你身體的狀態 你也會覺得比較舒服 那所以我覺得 我就會覺得很明顯在我身上 所以你有相較 如果你三點睡 一樣睡七八個小時 精神度不同 因為應該大家都有經驗 譬如說你這段 譬如說你熬夜好了 你隔天沖了十個小時 你還是覺得沒有睡到 還是累 有時候越睡越累 對 好 虛弱的 我覺得心情跟飲食都很有關係 而且不覺得心情真的很重要嗎 如果你今天不開心 然後就會讓整個人是感覺 就是很沮喪 對 所以你的抵抗力不好 常感冒是因為你心情 常常不好嗎 你怎麼了 我一直想要忙嗎 你需要更換 不是 我覺得我的個性 比較容易緊張 然後我只要一拍戲 或一怎麼樣 我就會開始很焦慮緊張 可是又不想讓人家看出來 所以就 他跟他接電話 然後電話想 什麼 你講什麼 他想說到底是發生什麼 好像就是小孩子的事情 對不對 你都跟我唱這麼大 對 因為我本來很開心 人家喝湯 想說太棒了 我趕來 他心情會做好 沒有你 那些真的都體會好 我覺得心情 如果你常處於緊繃 焦慮不安 跟不快樂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就會很慘 可是人家說運動 你會開心 開心你就會分泌什麼 多巴胺 你就會很快樂 你就不容易生病 我覺得這是很 應該是蠻正確的 那你運動嗎 最近少了一些 歡迎報名我的瑜伽翻 好 我決定會找你 好 來 那雨妮呢 我的生活優點就是我有運動 我每天有固定的運動 然後我早睡早起 但是傷害我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的飲食 我除了早睡早起和運動之外 我的飲食糟糕到一塌糊塗 三杯奶茶 其他時間幾乎不太吃什麼 三杯奶茶是冰的還熱的 有的時候冰的 有的時候熱的 看我的心情 所以一天至少三杯 對 就是我不喝水 我都喝甜的東西 然後那我就是 因為我現在又練習又教課 又上通告 所以我把行程排得很滿 有的時候中間 只剩一個路程的時間 所以有的時候我也怕麻煩 覺得化好了妝之後 明明午餐的時間 我就想說算了不要吃 我錄影兩個小時之後 我再去吃好了 等到晚上的時候就覺得 餓死了 我今天一天都沒吃東西 我晚上一定要好好犒賞一下 就開始什麼都吃 肉也吃 魚也吃 菜也吃 澱粉的也吃 什麼都吃都吃一堆 但聽起來還OK啊 你吃的東西 起碼不是說 開始就餅乾也吃 豬肉乾也吃 我白天吃啦 因為我白天錄影的時候 時間吃飯 我就會吃餅乾 吃什麼肉乾 吃零食 喝飲料 然後晚上一頓正餐 就吃超多 好幸有你的瑜伽在支撐 你看你在沒運動 我看他這個 你就會變成我的技術 而且你是連水都不喝 就是很不甜的飲料 我喝有味道的水 其實很多人是這樣子 什麼甜味的飲料 我趕快來多喝一口水 緊張了 立刻 太辣了 但是你們的緊張 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要來揭曉一下 剛剛所說的這一些 每個人的因素 到底有沒有上榜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 破壞這個上班級免疫力的 生活習慣 真的就包括有熬夜 過度的結食減肥 整天坐著不動 壞情緒 吃都重了 有沒有 畢薰說到了嘛 對不對 晚睡 過度結食減肥 就吃的都很少 對 對不對 很少 對 然後整天坐著就不運動 運動 對不對 壞情緒 你想到心情的問題了 壞情緒 之前呢 我記得馬濱醫院 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 他們呢 就是在那個老鼠身上 比如說幫牠這種 種腫瘤細胞 那其中有一組 可能吃一般的什麼安慰劑 或什麼 另外一組他就給牠吃的是什麼 是抗憂鬱劑 結果發現呢 同樣都有腫瘤細胞 可是有抗憂鬱劑這一支 它那個腫瘤細胞 比較不會冒出來 真的跟心情有差耶 跟心情有關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開始做這個研究嗎 其實他是臨床觀察到他的病患 他有一個患者就是 他第一次得癌症的時候 他就很認真正面向上去對抗他 然後後來也慢慢就好了 然後他就開始努力過自己的生活 後來又發現復發 復發的時候 他這個患者就變得非常的沮喪 因為覺得 人生怎麼可能來兩次 為什麼我會這麼倒楣 他那一次他就整個非常非常的糟糕 整個病情就急轉直下 一下子就已經到了這種 第三第四就轉移了 然後他們說一下他們就想說 發現他合併有這種情緒上的問題 就介紹他去精神科轉診 會診 那精神科就看了之後 就幫他開藥 他發現奇怪了 自從他開始去會診精神科 他情緒變好 開始用藥之後 反而他腫瘤 本來不是已經都擴散轉移對不對 反而就停在那裡 他就沒有他沒有好 但是他也沒有繼續更糟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從這開始想到說 有沒有可能血液中一些調節情緒 這些東西也跟腫瘤有關 所以後來他們就去做這個研究 發現真的 就是當這個沒有 那個血液中 等於說我用抗憂鬱劑治療的時候 這隻老鼠它真的腫瘤 還比較不會冒出來 所以情緒 真的會影響一個人的免疫力 那至於熬夜呢 剛才那個蒙學員說對了 蒙學員說 對 他們之前有個研究發現 吞黑激素也跟 包括癌症或免疫力有關的 有關喔 他們那時候就有研究發現什麼 一樣他剛才講 很多人都覺得 我這個時候反正有睡 睡眠時間一樣 可是吞黑激素的分泌是不一樣的 他們就發現 如果他們在動物實驗 一樣給吞黑激素那一組的老鼠 牠的乳癌是比較不容易發生的 所以就想 你看真的睡眠是有關的 而且很多人熬夜其實是因為 可能工作壓力大 我幹嘛沒有辦法繼續工作 沒有辦法繼續說 我一直在那邊睡覺 我可能必須因為因應工作狀態 他們就發現壓力大這一群人 還有一個叫 也會相對比較少 比較弱 所以你是不是免疫力會影響 至於整天坐著不動 這不用管 因為剛才已經講了 運動為什麼 因為運動真的是現在認為真的 適度運動 對 我剛剛講適度喔 因為過度的像那種無氧運動 其實有時候反而會讓你 更容易生病 所以不要過度 是適度的運動 那至於過度節食減肥 這是一定的 因為你身體要打仗 一定需要糧食嘛 那你給他餓死了 他怎麼樣 他當然先想說 設法能夠保持幾個重要器官 至於其他東西 他就措手不及 沒錯 所以你過度減肥一定會影響 所以這四個問題也是現在 現代人常常有的問題 可是你只要能夠慢慢調整過來 你就會發現你那個什麼感冒 或其他都會少很多 不過我剛剛有講到 如果不運動 泡熱水澡流汗 對啊 因為運動會讓我身體不好 特別的方法 我運動心情不好 我就只會選泡熱水澡 是不是 你運動心情會不好 我不喜歡運動 你還比我去運動 我不喜歡流汗是不是 不喜歡動 就是跑啊跑啊不喜歡 流汗這件事 當然你藉由適度的運動 是流汗 是相對有好處 你同時有運動的好處 也同時有流汗的好處 那是泡熱水澡的好處 那如果單單流汗這件事 確實喔 在北歐某個國家 可能因為他們都盛行做溫泉 做浴嘛 做那個樣子 結果他們有去做過這個 包括這種 SPA之類 就是你去烤那個烤熱水箱 讓它冒汗 好像真的也有一點點幫助 有一點幫助 不無小補 但是我覺得一定比不像你真正 聽運動 這個可以補充 來… 其實我們的汗線 叫做我們人體的第二顆腎臟 其實排汗 不管你用蒸氣的泡熱水澡 把一些後來發現 其實有很多我們腎臟排不出去的 一些重金屬 一些比較難排出去的荷爾蒙 反而從皮膚是 汗線是可以排掉 可是運動是讓好處 會多過於這些泡熱水澡 它又可以我們講 促進心肺功能跟循環 這個非常重要 心肺功能跟循環 我們的白血球要去做一些免疫 一定要經由這些血液循環去做 所以我是覺得運動的功能會 它不只又可以排汗 又可以紓壓 那又可以促進我們的心肺功能 這個絕對是超過我們的 那個泡澡這些這一塊 不是 運動當然我們知道 一定是最好的 是 但是泡澡 有時候如果說很懶的話 或很累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幫助 還是有幫助 還是有幫助 它還是會排汗 因為你真的一天很累了 你也不會想去運動 就真的在家泡泡澡算了吧 對啊 很舒服 也還可以消毒品啦 心心又會跑 我跟你講不運動會越來越笨 因為我最近在學生上課 我真的發現一個現象 非常簡單 因為我教瑜伽 我常說把你們的左肩膀 往下一點 右肩膀高一點 大概有50%的人分不清楚 左肩膀 右肩膀 左右是什麼 肩膀是什麼 因為他們的腦筋 已經跟他身體的器官分離了 所以你想你三十幾歲 就已經分離 你到六十歲的時候 是不是人家叫你 你都不知道你是誰 對 所以運動 可以讓你的腦袋 越來越長 但是我們要來 稍微探討一下 剛剛雨妮的飲食 它的飲食 當然你說的餅乾 零食甜點那個就算了 它那種大吃大喝的 累了就來個大餐 可是我到晚上 什麼都有 我到了晚上那頓大餐 很均衡 蔬菜 肉 魚 飯 什麼都有 都來就對了 然後假日沒事 放假的時候也來個麻辣鍋 都有對不對 什麼都有 這一種有沒有問題 因為剛剛本來想叫你坐這裡 現在可能就是問題 是不是 因為它的飲食習慣是很典型的 就是所謂的 你知道這種就是有壓力型的 爆食嗎 對 一整天就是都沒有吃東西 到晚上的時候 我們曾經計算過 這樣子你晚上的一整餐的熱量 可能是遠遠你今天的需要量 熱量的兩倍以上 不是 可能這問題是 熱量是另外的健康問題 就是說對於免疫力的關聯性是什麼 因為它的奶茶跟它的餅乾 其實都是高糖分的 你會發現為什麼它要高糖分的 因為它沒有吃東西 所以這些高糖分 讓它瞬間覺得有力氣 謝謝它 這種病人 這種人啊 這種人啊 就是壞者 壞者 壞掉糖尿的地獄 我真的很想看這種病人啊 我們通常第一個 我會問他 就是說 而且這種人都是看起來瘦瘦的 我會問他 你們家有沒有糖尿病的病史 如果有的話 他又這樣子的飲食習慣 它是糖尿病的一個高風險 一個風險 對 因為飲食時間 對 因為等於是你的血糖 是處在於白天都是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到晚上忽然整個飆高起來 又整個下降 你會影響到產生所謂的 胰島素育抗這個問題 長久下來會影響到真的 會導致糖尿病的一個發生 所以儘管它是吃鹹的 正餐的東西量很多 它也會血糖這樣子串 對 而且它白天其實都是用高糖分的 它其實它的血糖都標超高的 那宏醫師 如果壞習慣太多免疫力又不好 除了感冒之外 有沒有其他可能身體 會有什麼健康的問題 剛剛講說我們免疫力不好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覺得 親我就是多感冒一些 那我就是一些慢性疲勞症候群 大家知道 什麼人的免疫力最差 什麼人 腦筋急轉彎 所以又有腦筋急轉彎了 對啊 很像話幾個字 幾個字 幾個字 癌症的人 艾滋病的人 是啊 免疫不覺得 有一些我們講說 在做化療的有沒有 他們在做化療 還有我們在做一些移植 不是要抗排吃藥嗎 還有一些很多 我們講自體免疫疾病 在吃類固醇的 這一類的病人 當然它免疫力會壓到很低很低 甚至白血球我們講至少要 我們正常人大概五千到一萬 那你會吃做這種化療或什麼 有時候會滴到三千以上 好 那我們在講說 這一些嚴重的免疫 已經滴到那麼低 就不是一個感冒 可以說得過去 會有哪一些症狀 來囉 我們來看一個叫做 黴菌比較嚴重的一個 黴菌性感染 你看很多做化療 它嘴巴開始變白白 而且很痛 他們很難去吃東西 那叫口腔的 白色念珠菌 那一種 那是一種白色念珠菌的 一個黴菌感染 還有我們的香港腳 會變得非常嚴重 我們一般香港腳 黴菌可能只在腳趾頭 它可能會全身性的那些香港腳 都跑出來 還有一個 我們講說一個 最常見的一些病毒性的感染 會復發 其實到處都是病毒 你手也病毒 你嘴巴 可是我們為什麼跟它相案 是因為我們有國防系統 防禦系統 把它抵住了 好 那最常見的 其實大家也講 叫做熬個夜 你這邊就有一個黑黑的 痛痛的跑出來 這可能是一個唇泡疹 或是一些額口疮 這一類的其實就是一個很 一個病毒性的感染 可是比較嚴重 可能會有 嚴重的 那嚴重的 那嚴重的 影響到你的眼睛 甚至會瞎掉 這個在很多 免疫缺陷的病人會出現 那另外一個病毒 我們比較怕的 叫B型肝炎 台灣很多B型肝炎代言 那B型肝炎 我就是B型肝炎 我就是跟它相案無事 肝功能都很好 可是你有時候一個 大量的免疫之藥物下去 或是說 它突然一個 甚至會死亡 所以這也是一個 免疫差的時候 病毒就 我們講說均衡 那個均衡狀態 已經破壞掉了 病毒就開始攻擊你的全身 那一個我們最擔心 最怕的 最兇猛的 就是一個細菌性的感染 我們常常講說為什麼 很多老人 或是免疫差的人 你一感冒就會變肺炎 其實大部分肺炎 我們講說 剛開始感冒都是病毒 可是當你免疫不好的時候 肺炎就跑出細菌性 然後我們有一些 戀球菌感染 會造成我們一些 心臟的感染 腎臟的感染 這個都很維持 都是免疫力的不好 所以我在想說 其實大家真的平常 要很注意你免疫力的維持 而且大家在座應該都滿年輕 所以你們存款 應該都還足夠 不會馬上回饋到你們身上 可是你們總有一天 會四十歲的 那這時候大家就要 四十歲當成一個分界點 年輕要多存一點錢 所以要趕那個錢 能夠靠吃嗎 要吃來增加免疫力嗎 菇類裡面其實多糖體的話 對還有膳食纖維 對免疫力 不管腸道的免疫力 還是身體的免疫力 都是有幫助的 那菇類通常我們建議三種 如果真的要增加免疫力的話 第一個就是香菇 我們一般的黑香菇 然後還有就是你們吃火鍋 常會吃到的金針菇 還有就是草菇 就是小草菇 那這三種菇 其實它的多糖體 還滿豐富的 新鮮的菇跟乾燥的菇有差嗎 新鮮的菇跟乾燥菇 膳食纖維來講 沒有差太多 但是它的那個維生素D有差 就是乾燥的菇 維生素D還滿比較多一點 那多糖體有差嗎 多糖體的話 其實我們是在它的烹調方式 就是說如果你煮太久的話 多糖體還是容易流失 所以不要煮太久 然後另外呢 我們一直強調要吃五穀 全穀類的 其實還是在它的維生素B群 尤其如果你很喜歡熬夜 又喜歡吃甜食 又喜歡晚上暴飲暴食的這一塊 其實維生素B群 真的很容易流失 有的人晚上吃東西 還會想要搭一些酒 那酒的話又更容易 讓我乘出B群流失的更快 所以其實你在骨類的選擇上面 其實你可以吃一點點 像現在如果冬天的話 像那個 那個 或者是那個超藝人 我覺得藝人滿好的 因為藝人在那個 他們在安神的部分 還有所謂的它的超藝人 外面有那個所謂膚皮的部分 那它對膳食性 就是免疫力的提升 還有降三高 其實都有幫助 取代飯嗎 對…你可以取代飯 就是一碗飯就換一碗的藝人這樣子 你可以做這樣的選擇 那十字花科不用講 我們今天在講說 今天免疫力下來 最慘就是可能 後面的癌症的發生 那十字花科有一些像 那個白花椰菜 綠花椰菜或現在 那個冬天的那個大白菜 其實都是屬於十字花科的 對 它對於這個 尤其在癌症裡面 對乳房的一個 乳癌的預防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 在冬天裡面 又喜歡吃紅肉 比如喜歡吃薑母鴨 羊肉乳這些的話 其實你可以多吃一點 十字花科的 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 那辛香料裡面呢 像有些硫化物 或類黃桶的部分 其實蠻推薦大蒜的 大蒜 對 大蒜的 而且大蒜其實 生吃熟吃都不錯 那當然生吃是最好的 你可以在煮湯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你煮雞湯 或什麼 你可以加一點那個大蒜 而且整顆的 有沒有一把下去 對 像整顆的 像有一些煮排骨 其實你就可以加一點蒜裡面 其實可以增強免疫力 洋蔥是不是好像也可以 洋蔥也蠻好的 就是說如果你 喜歡吃一些辛香料的話 反而它包括辣椒 就是如果你喜歡吃辣椒 洋蔥 九層塔 大蒜的話 其實對你的一些 而且發現對一些 上呼吸道的感冒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有幫助 但是剛剛我們所推薦的 叫做一個範圍跟方向 也能把它變成一日食譜 對不對 我們大家可以照著做 對 營養師 對 其實這 因為開食譜是要付費的 所以 對 我今天就賺到了 真的 對 所以其實 其實我這食譜還滿好自己 不管你在自己家做 或是到外面去點 其實都還是可以點得到 比如說像早餐的話 你可以自己做蒸地瓜 或現在便宜商店 其實都有 買得到 買得到 所以就是地瓜 然後還有就是蛋白質 最豐富的水煮蛋的部分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你可以去選茶葉蛋也可以 所以早餐不要再吃那個 奶茶配餅乾了 對 因為這個其實都是你買得到 然後在蛋白質的部分 可以來自於奶 或是那個無糖豆漿都可以 那早上其實 我覺得建議早上 你可以帶水果 因為你現在人 其實東方人 比較少吃生菜沙拉類的 你就可以用水果來 幫助你B群的補救 其實這樣量很夠耶 其實還滿多的喔 很多喔 因為我這個設計 其實有考慮到男生對不對 對 那其實你看午餐跟那個晚餐 其實我都設計飯類 那如果你要吃麵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挑 那你比如說像你在自助餐 可以添加到那種像吃到配芽米 然後我的蔬菜 是有一個訣竅的 大家可以看喔 其實我很喜歡 就是請我們病人 點一些這種 這種炒混合起來的蔬菜 像炒三絲啊 或者是說像這種 比較像是 對 黑木耳炒金針菇 像這種不是都是兩種蔬菜的嗎 對 我喜歡他們點這種 比較是中和性的蔬菜 都可以吃到 對 那蔬菜裡面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針對免疫力來看的話 你看我會有設計 那個藻類的 跟菇類的部分 就遜類跟菇類的部分 所以黑木耳跟金針菇還有海帶 其實你在 其實在這免疫力提升的話 其實是必點的啊 然後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我們建議可以把它剪成 一小塊一小塊 讓它比較好吸收 對 然後當然還設計於魚的部分啊 然後另外就是晚餐的話 其實你看不看 因為晚餐真的比中餐來得 稍微清淡一點點 我就會設計那個蛋白質來源 是來自於豆腐的部分 還有一般如果真的男生的話 可以加一道半葷素的 半葷素比如說你要洋蔥炒蛋 番茄炒蛋都可以 這個都其實都點得到 可以鮮蝦炒蛋嗎 鮮蝦炒蛋你會發現 它都是蛋白質的 那我今天是蔬菜跟肉類一起的 有沒有 半葷素的感覺 所以剛剛番茄炒蛋 番茄就是蔬菜 但是蛋白質 對 所以如果肉絲 只要混 所以晚餐就沒有那個肉類 其實大家會覺得有問題 我就等著你們問這個問題 對 豆腐的蛋白質 對 有的人會覺得說 因為到晚餐好像很無聊 就是覺得怎麼沒有肉類 其實你知道嗎 豆腐是肉類 蛋也是肉類 蛋白質類 豆魚肉類是一群的 對 是一群的 所以其實你實在都有吃到 那另外像你看花椰菜 十字花顆的 或是紫菜湯這個部分 其實都可以增加你的蔬菜量 最好是下午的時候 其實像雨泥 它有運動的習慣很好 但是如果他真的 沒有辦法吃東西的話 比如說真的太忙 我們會建議準備一個 綜合的水果 那來幫助它 瞬間的一個能量的提升 對 那如果晚餐很多人說 我就一定要有個肉 不然感覺好像沒吃飯 可不可以用肉 然後什麼豆腐或是蛋 稍微替代一下這樣子 其實如果你真的 比如說像蛋類 可以替代一下 因為有些人 他蛋會在早上吃 對不對 所以你其實晚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替換一些 比如說像是海鮮類 像你剛剛提到蝦子 如果男生的話 可以用一些蝦子 或是海鮮類的部分 或是魚裡面的一些 小條的魚也可以 真的要吃肉的話 我們建議就是 以雞肉為主 雞肉為主 就是晚上盡量是 你的肉看起來是白色的 那你要吃紅肉 盡量放在中午的時候 把它吃完 中午吃牛排啦 好 對 中午吃牛排 所以以後牛排練中午 生意都會很好 這為了健康 好 那這個洪醫師 幫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要擁有好的免疫力 應該要怎麼來做 對 我今天教大家怎麼 我們純這個健康的存款 然後叫少油 少鹽 少糖 多鮮 多酥 多喝水 然後不熬夜 不抽菸 不吃來路不迷的藥 為什麼不吃來路不迷的藥 大家覺得很 其實很多的 來路病藥裡面 只加了很多一些類固醇 一些東西 會抑制你的免疫力 那另外最後兩個 就懂得那個適當的紓壓 跟多運動 這個大家照這樣做的話 應該健康存款都會滿滿 對 吃飽你就扣一下 是不是 看重點要辦得到 對 我覺得 做點要落實 可以慢慢開始了 對 一樣一樣改善 對 所以我們常常會講 這個為什麼45歲以後 那你的健康都在看你討論 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你之前 你有做好基本功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做好的話 不管你是要擁有財 不要有健康 因為有任何的東西 你都有權利去對付 好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